朋友们大家好,我看还有很多养田螺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去评判他这个磁场的水的肥度,好不好啊? 那么今天我来给大家隐私一下,其实这个也非常的简单了,但是也要有一定的条件了 其实这个方法非常简单,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那么大家今后也就明白了 在这里给大家澄清一下,其实不管你是肥水痒还是清水痒,最关键的还是长不长还是靠饲料 你饲料配的好,你不管是清水还是肥水,那个螺也长得非常快 但是话说回来的话,田螺本来就是净化水质的,净化水质的话肥水稍稍会好一点 但是肥水养殖尔罗的口感它是非常的差的,吃起来就很腥,这个是有些高章一点的酒店,它是不接受的 然后清水养殖尔罗的口感特别的没有腥味,特别的清甜,吃起来特别嫩,酒店一般都能接受一点 但是这个其实跟大家讲一句,不管你是清水养殖尔罗还是肥水养殖尔罗,其实它都叫田螺 如果你是卖低价的话,这个最好用肥水,比如说我在这边最好推进大家为肥水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不管你是肥水清水,饲料还是少不了的 因为你不投饲料的话,田螺永远长不掉,特别是到第一年还好 特别是到第二年你所有的池塘的这些原本的营养物都被那个田螺吃完的话 到第二年你在饲料土得不好的话,田螺长得非常慢 其实看这个水的绘度,它有两方面,第一的话是看水的颜色,一般是在浅浴色 浅浴色的话就说明这个水刚好,然后还有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我们用手 或者你找一个棍子找一块泡沫板都可以 好,接下来给它展示一下,我把这个设定已经涂完了 哇,没想到我在这边还有纯天然的草莓啊,哎呀,这个非常好吃 嗯,很久没吃到这个东西啊,小时候吃个 哇,这边还有更多,哎呀,这个,哇,这个红色的,很好吃啊 嗯,全生态的啊,很多现在的小朋友都没吃到过,我们小时候经常吃,不过要背开啊,这里面是雨色与虫长 嗯,你看这个就被虫长吃掉,嗯,可笑啊,嗯,这个片,嗯 嗯,你看,这边的水色调的那个浅浴浅浴的啊,这个天然螺基本在边上啊,这种情况很正常 但是,完完全所有的天然都往这边上爬的话就是不正常啊 好,我现在来告诉大家怎么去看水的肥瘦座啊,大家不要扎眼啊,所以我们找一个棍子啊,找一个棍子啊,你量好啊,基本上,这是成人大概是20,20,30 还找一块白色的泡沫板啊,插在这上面,这个棍子你可以标记一下啊,这里是,这个是20,这个是30,这个是40,这个是50啊,你标记一下啊,这是第一种方法,整个棍子是50,这里是30啊,记住了 嗯,很简单的啊 啊,我这边水都没这么深了啊,因为我们这边看好,这里是30公分,把这个放下去啊 当完全这个,哎呀,泡沫板啊,它这水清了,我这比较浑浊看不到啊,如果这30公分放下去啊,能一圆圆看到这个白色的呢,泡沫板呢 那么就说明刚刚好,如果你把这个泡沫板放下去,到了40啊,都还能看得到呢,就说说明水太粗了 那么,差不多到50了呢,还能看到就水更加粗啊,如果你说这个泡沫板,你插进去这个20公分,20公分都看不到了的话,就说明这个水太肥了啊 其实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最紧张的办法就是你看,这个鼠,整个鼠我们这是40公分啊,这个鼠板啊,鼠弯的这里刚好是30公分啊,加一顶点的啊,然后你怎么这个放下去,如果营业员能看到30公分,能看到那个水,那个这个这个鼠弯,上了一点的话,大概是这里 嗯,二十,嗯,三十,上了一点30啊,记住这里啊,然后隐隐约约约,能看这个呢,就刚刚好 如果说你放进去20,它就看不到手板了,那么就是太肥了啊,就,反正方法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种方法呢,还是跟大家说了,最主要的还是靠饲料,这个肥水,素水都能养,肥水还是比素水好一点,长时比较快,但是真正的还是靠饲料啊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啊,然后,当你养久了之后就会发现啊,然后,其实真正养田嘛,还是根据你们当地的条件来决定的啊,可以借鉴,但是也是根据当地条件来慢慢去摸索把它经验摸索出,才是你真正的技术啊 拜拜